她是个知名导演 却被眼前的女孩深深吸引 只一眼 她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没了 女孩是个附加千金 也是晨曦的影运 两人很快成了热恋中的情侣 可就在晨曦向女友求婚的当天 一场车祸夺走了女友的性命 她也因此消沉了三年 就在她准备告别女友 开始新的生活时 却在山村里看到跟女友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当她再次回头 那一拼一笑都太熟悉了 她不受控制般走上前 女孩看了看她却一脸陌生 扭头就走 晨曦也跟了上去 只见女孩手上的小动作 都跟女友弹钢琴事如出一辙 尽管知道不可能 女孩上了公交后 她还是追了上去 总算叫停了公交 忍不住偷偷望向女孩 看到女孩打瞌睡的可爱模样 她忍不住笑了 但她知道 这并不是女友 等她回过神 已经不知被带到了哪片山沟 正巧司机叫醒了福石 承熙便也跟着下了车 眼看四周都是大山 承熙只能叫住福石打探情况 今天已经没有公交 附近也没有旅馆 福石说自己家就是开民宿的 可以去她家住 承熙有点怀疑 但只能跟着走了 从白天走到黑夜 累得气喘吁吁时 总算到了福石家 所谓的民宿就是一间破旧的房子 而承熙的客房是一间杂物间 她傻眼了 可更崩溃的还在后头 角落的蜘蛛正在爬行 天花板上老鼠叫声不断 时不时还掉下一块酱 吓了承熙一大跳 饭菜端了上来 承熙却盯着这汤勺看了半天 迟迟下不了口 因为就在刚刚 她看到了福石妈妈用擦脚布擦碗 今晚就只能饿肚子了 夜里 承熙梦到自己处身在沙漠里 周围很热 等她惊醒过来 手都红了一片 原来是福石妈妈好心 想把她的房间烧得暖一点 不料却把她烫个半死 第二天一大早 福石就起来喂杨 还叫着小杨的名字 承熙好奇问她 杨也有名字吗 承熙顿时笑了起来 她问福石附近 有没有风景好一点地方 适合她跟男朋友约会的那种 福石的笑容瞬间凝固 以为别人是要和她约会 但她还是把承熙带到了山里 承熙一看到美景 就拿出手机到处拍 福石看着她的手机 很好奇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承熙却陷入了自己的构思中 把福石打发去装山泉水 自己则走进了深山 一不小心迷了路 手机还没信号 这时 静看到了一只野猪 撒腿就跑 看到福石 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 想要拉她一起躲起来 福石却是个虎妹子 大喊着要打野猪 承熙扭到了脚 脸上也一片狼狈 哪里还有大导演的样子 这一折腾 当天的公车又错过了 她是个霸道的公司总裁 却盯着眼前的山村土妞 久久一不开眼 只因她跟自己喜欢的女孩 长得一模一样 但女孩在三年前已经去世 郑勋不由上前搭话 却发现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便不再多想 她投资的电影正在大山里拍摄 福石很兴奋 却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此人正是前几天已经离开大山的承熙 福石一直以为她是个无业游民 这是为了追我又回来了吗 就那么喜欢我吗 才几天啊 闺蜜想说你想多了 福石拉着她准备离开 耳边却响起承熙指导拍摄的声音 这才知道 人家其实是个大导演 此时 承熙也看到了她 朝着她笑了 福石赶紧掉头 丢脸丢大发了 拍摄途中 两个演员正酝酿着生离死别的戏码 一只小羊却闯进了片场 这正是福石的小羊福宝 她赶紧手忙脚乱地去抓小羊 却被小羊绊跑 看到她这狼狈样子 承熙都被逗笑了 福石在片场里找到一份做饭的工作 承熙过来跟她打招呼 她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为了筹集母亲的医药费 福石还要到集市去卖野菜 可无论她怎么叫卖都无人问津 天还下起了大雨 这让她被困在了镇上 承熙的拍摄也因大雨中断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福石家 福石妈妈正为女儿回不来而着急 因为这个点已经没有公交 她只能求助承熙去把福石接回来 承熙想开车去找人 却因为三年前的车祸有了阴影 刚启动车子就被迫停了下来 身为好友的郑勋拦住了她 表示自己会帮她把人接回来 很快 郑勋便在街上找到了淋着大雨的福石 见她全身都湿了 把她带到服装店 看到穿着粉色衣服的福石 郑勋又想起了死去的慧秀 当年她正准备跟慧秀求婚 却听到慧秀与承熙已经交往的消息 这让她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感情 看到福石 她就忍不住想对她好 福石对谁都是自来数 问郑勋要不要买野菜 郑勋被这个普石的女孩感染 得知她想去大城市打工 递给她一张明天 告诉她去首尔的话可以来找自己 无论是玩或者找工作 次日 承熙就把福石当成小孩一样教育了一番 说她不该把生病的妈妈丢下出去玩 福石气呼呼 承熙还问她 对拍摄的电影哪个场面比较有印象 结果福石说 内容太土了 积极喳喳吐槽了一番 承熙说 你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 亏我还那么疼你 你哪里疼我了 几天后 福石收拾了行李 踏上了前往首尔的列车 不知自己是富家千金的女孩 初次进城就撞上了爷爷的车子 富豪看着死去的孙女再次出现在眼前 还以为自己老眼昏花 出现了幻觉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是双胞胎姐妹中走失的那一个 从没出过大山的福石 看到旁边女孩穿的那么时尚 有些不自在 自己这一身怎么看怎么土 便把袜子拉起来 试图让自己不那么土 拿着简历来找总裁郑勋 想在她公司找一份工作 郑勋却去日本出差了 她被安排到了成熙的电影组当小助理 再次见面 福石有些尴尬 因为自己曾信誓旦旦说找到了工作 没想到还是帮着成熙干活 幸好成熙并没有为难她 让她去帮自己弄一杯咖啡 可福石从没用过咖啡机 一时间无从下手 成熙这才反应过来 她是从乡下来的 便手把手递教她怎么使用 另一个助理来通知开会 看到两人这气氛 还以为自己打扰他们了 会议上 成熙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见解 福石则在一旁进入了梦乡 一不小心还摔到了一旁 把灯都给关了 成熙这才知道自己激动过了头 拖了人家的下班时间 总算放了大家 由于太晚 福石直接就在公司过夜 而助理为了给两人制造机会 故意找借口不在成熙 福石看到桌子上成熙落下的手机 决定打个电话回家 另一边的大山里 福石妈妈正煮着一锅燕窝 想等福石回来再给她吃 邻居大叔说 等福石回来都坏掉了 想尝尝看 福石妈妈着急地赶紧阻拦 争抢间 燕窝被打翻了 好在听到了电话 福石跟妈妈说着公司有多好多打 自己一定会赚很多钱回去 给她买很多羊 门外回来的成熙刚好听到她的对话 便静静地听着 不想打破这温馨的画面 福石终于发现了身后的成熙 秒挂电话 成熙故意逗她 说要她请吃饭抵花费 福石看着昂贵的菜单 无从下手 成熙却毫不客气 点了一大堆 福石担忧地算着这得多少钱 看着福石的粉色衣服 成熙又想起死去的女友会秀 喝醉了的她变得分外温柔 亲自为福石吃东西 出来后 他把福石当成了会秀 抱着她哭起来 福石一把将她推开 踹了她一脚 说自己总算看清她的真面目 给再多钱我也不干了 可当晚就后悔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激动呢 万一她朝我犹豫怎么办 第二天见到成熙 两人都有些尴尬 出差的郑勋总算回来了 无意间 她看到了福石手上的伤疤 得知这是她小时候烧伤的 起了疑心 因为会秀的妹妹就是在火灾中走失的 不知自己是附加千金的女孩来到自家公司上班 总才看到她手上的伤疤 意识到她很有可能是老会长家走失的孙女 便向老会长问起当年的情况 老会长自那天见过跟死去孙女一模一样的福石后 也一直心神不宁 便拖郑勋去调查清楚这件事 此刻的福石正在恶搞成熙的照片 画完还在一旁傻笑 结果被同事叫了一下 就吓一大跳 原来是承熙的手机落在了办公室 同事让她帮忙送去承熙家 可福石对城里根本不熟悉 只能拿着地址到处问人 此时的承熙正在家里喝闷酒 因为今天是女友会秀的季日 电话响起 听到福石的声音 她以为是死去的会秀又回来了 福石说自己迷路了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承熙觉得头都被她吵疼了 只好出去接她 见承熙来了 福石仿佛看到了救星 开心不已 看着她的笑容 承熙瞬间感觉被治愈了 当她再次抬头 福石正朝着她走来 一辆卡车也朝着福石的方向开去 初恋车祸去世的场景浮现在眼前 她惊恐地向福石扑过去 两人摔倒在地上 卡车也缓缓停下 他们奇怪的举动引起路人纷纷围观 这是在上演什么偶像剧吗 因为现在本来就是绿灯 可以过马路的 福石看了看大家 觉得自己还不如晕过去算了 由于摔坏了手机 承熙来到手机店想换一台 福石趴在那里看得不停 恨不得都快钻到里面去了 承熙问她要不要也买一台 她说不用 结果比谁都要感兴趣 拿着台手机各项功能问了个遍 手都舍不得放下了 承熙表示很无语 说好的不要呢 老板说 既然这位小姐这么喜欢 就给她买一台吗 老板觉得很神奇 这个年代还有人没有手机啊 承熙感觉自己的脸都快被丢光了 让福石还是选一台 福石挑了跟承熙同款的情侣机 只因为半价 拿到手机的她高兴坏了 走路都看得不停 对承熙充满感激 两人聊起了梦想 承熙不由地说起死去的初恋 看她心情不好 福石带她偷偷溜进足球场 两人抛开一切杂念 享受着欢乐的时光 承熙的坏心情也随之没了 这时 保安的声音传来 两人赶紧逃跑 被追到了外面 等保安走后 两人终于松了口气 却发现 彼此的距离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了 此时的福石不知道 郑勋拿来她小时候的照片 打通了大山里的电话 孙女明明已经去世了三年 财阀爷爷却再次看到 与孙女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这让她不得不怀疑 这是双胞胎姐妹中走失的那一个 便派人去调查 而不知自己千金身份的福石 只能住在狭小的出租屋 自从承熙送给她第一台手机后 她就觉得承熙人好好 第一个给大山的妈妈打回电话 却不知妈妈已经哭成了泪人 因为福石的亲生家人已经找了过来 第二天 福石迫不及待地来到办公室 期待着见到承熙 却见一个美女正与她听着音乐 讨论工作 她正是承熙的暗恋者美贤 也是福石未相认的表姐 福石突然觉得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 也不敢打扰 一紧张就撞到了旁边的茶壶 承熙一看到她 脸上就露出了自己都觉察不到的温柔 美贤则让她安静一点 然而没过一回 福石的手机铃声又响起 这下美贤直接感人了 福石正准备出去 却又听到一阵铃声 她看了看手机 却发现不是自己的 便提醒承熙 承熙还没反应过来 看到两人的手机居然是情侣款 美贤感到很不舒服 福石预知了一点工资 却少得可怜 想找同事再争取一下 同事却把她贬了一番 说她除了会泡咖啡 跑跑腿 就不会什么了 还想拿到什么工资 福石可怜巴巴的 却不敢反驳 这一幕 被承熙看在眼里 下班后 看到福石正趴在橱窗里看蛋糕 便走了进去 福石想买个蛋糕回去给妈妈 却因为太贵买不起 承熙不忍看她失望 套钱说就要这个好了 福石说不用了不用了 见福石没有去过电影院 又带她去看电影 福石很兴奋 捧着爆米花吃个不停 还不时发出声响 承熙便替她向旁人道歉 说是看电影 福石却全程靠在承熙的肩膀上睡大觉 出来后 承熙遇到了许久未见的父亲 便让福石先回去 父亲调侃她又找了一样相貌的女友 承熙为了欺负起 说出了让自己后悔的话 一转身 就看到去而复返的福石 福石都快哭了 承熙想解释些什么 最后却成了凶巴巴的责备 你到底几岁了 不认识路就叫出租车呀 福石也来气了 就你这脾气 要是你女朋友还活着 都会跟你分手的 两人不欢而散 承熙却发现福石的蛋糕没有拿走 便拿着蛋糕追了过去 可当她追到时 福石却已经上了地铁 来到便利店 买了两包泡面 橘子太贵买不起 只买了一个 一想到承熙的话 她就难过不已 擦了擦眼泪 橘子还掉了下来 滚落到一个富家太太的脚边 她正是福石的亲生母亲 看到与死去女儿一模一样的福石 满脸不敢置信 这爸 女儿已经去世了三年 可眼前的女孩却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豪门太太当下就确定 她是自己走失的小女儿 可福石却对即将到来的富裕生活 丝毫不感兴趣 坚称自己是现在的妈妈 十月怀胎生下的 由于跟承熙闹翻 她第二天就收拾了行李 把预知的薪水 还有承熙给她买的手机 都一并退还给承熙 承熙想挽留她 却碍于面子难以开口 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 原来是福石的妈妈晕倒了 被送进了医院 福石整个人都乱了 匆忙拿起行李就要回大山 承熙想了会 还是追了出去 福石却误以为她是出来拿手机的 把手机还给了她 说不是不想还才故意拿走的 是意识慌张才会忘记的 承熙看着她努力撇清跟自己的关系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恰好助理开车出来 便把助理赶下车 开车追了出去 来到福石面前 叫她上车 承熙把工资和手机还给她 主动扶了软 让她努力工作 福石有些感动 两人就这么和好了 幸好妈妈只是急性肠胃炎 并无大碍 福石开玩笑地说 妈妈你要是在生病 我就去当别人家的女儿了 妈妈立刻变得很激动 福石感到很诧异 还以为妈妈是太痛才哭的 而校长见承熙这个大导演 难得来一次大山 想邀请她给孩子们上一堂演讲 于是 承熙在课堂上讲了一堆人生大道理 孩子们没一个听得懂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 福石便带头鼓掌 这才缓解了她的尴尬 接下来就是孩子们的灵魂拷问 你跟福石姐姐是什么关系 承熙说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福石心跳加速 下课后 问她要不要去抓鱼 承熙说我很忙的 结果一到河边 她就成了孩子王 玩得比谁都欢 福石提醒她 你是不是差不多该回首尔了 承熙说 回什么首尔啊 我今天不回去了 抓完鱼后又是烤鱼又是烤番薯的 这让没体验过乡村生活的承熙感到分外兴起 此时 郑勋找到了福石家 福石妈妈一件事她就慌忙想躲起来 郑勋问她是不是在首尔一家餐厅工作过 她连忙否认 说福石就是自己女儿 这让郑勋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便打电话通知了老会长 晚上 承熙直接在福石家留宿 主动帮忙烧火做饭 却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 再次住进这个房间 心情都不一样了 头顶上老鼠的吵闹声也不嫌吵了 因为听过福石给自己编的故事 承熙觉得她可以尝试一下写剧本 叮嘱她一定要回首尔 等福石送走承熙后 亲妈也开车过来了 原来是养母终于想通了 打电话让她过来的 她拿出了福石小时候戴的帽子 亲妈看到自己亲手编织的帽子 顿时泪流满面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小女儿 如果有一天你被告知是富豪的孩子 你会是什么反应 这个女孩不敢相信是真的 忐忑回到家中 豪门太太已经来接她了 看到女儿回来 直接上前抱住了她 气不成声 福石整个人呆呆的 无法接受养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妈妈 不是自己生母 跑了出去 原来当年餐厅发生火灾 养母看到一个小孩站在火场里哭 就拼命把她救了出来 到处找孩子的父母都找不到 便误以为她是没有爸妈的孩子 生母还是无法谅解 说这是诱拐 校长便解释那是养母因意外失去了孩子 精神状况出了问题 这时养母端出她认为家里最好的东西 别人送给她的蛋糕 生母看到这样的她 也责怪不起来了 而福石一个人躲到了河边 这一躺就到了晚上 就连成熙打的电话也不接 成熙已经对福石动了心 满脑子都是她 便留了言 让她明天到世界杯球场去 又让助理买两张球赛门票 想等她一起去看比赛 福石直到天亮才回来 跟生母说想暂时留在这里 生母一听 更是哭得不行 表示能理解她 另一边 成熙满怀期待来到球场 可直到开场 福石都没有来 便给她打了几十通电话 她觉得自己是疯了 为了让妈妈开心点 福石拿出手机跟妈妈合影 妈妈哭着跟她说对不起 母女俩哭成一团 校长劝福石 她回到亲生家庭后 就有钱挤养母妇医药费了 也可以让她生活好点 而且有两个妈妈也是她的福气 福石这才想通 告别了养母 坐上回家的车子 她假装很开心 可车子开到中途后 她就哭了起来 叫司机停车 跑了回去 把手机塞给妈妈 说自己会打电话给她 让妈妈一定要带在身上 这才安心回到原本的家 从小生活在大山的女孩 竟是富豪家流落在外的孙女 如今终于回到富豪家 走进诺大的院子 福石好奇地四处张望 亲妈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把女儿迎了进去 福石带来在大山彩的野菜南瓜 说是妈妈给他们的礼物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亲妈却看不上这些东西 打断了她的话 带她去见爷爷 爷爷看到孙女回来 又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 打算把她培养成继承人 走进属于自己的房间 福石忍不住惊呼 扑到床上蹦搭起来 这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像公主一样的房间 桌上有一双高跟鞋 是亲妈送给她的 说是想念她过世的姐姐失脉的 没想到还能让小女儿穿上 这让亲妈很是感动 听到这话 亲妈更是心疼 表示以后会给她所有的一切 这段时间没能为她做的 以后都会补偿回来 夜里 福石梦到了她在大山的小羊 一不小心滚到床下 清醒后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大山了 虽然当上了大小姐 福石还是照常来到公司上班 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承熙推门进来 装成高冷的样子 殊不知 刚刚她在外面打了几百遍电话给助理 问福石回来了没有 听说没回来还跑去人家以前住的出租房 此刻却傲娇地告诉福石 你这种态度可不行 这么久都不来上班 怎么学习东西呢 福石想解释自己现在的情况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承熙直接把她带到图书馆 交了几本电影相关的书籍给她 告诉她做编剧最重要的是到处观察 然后 又可以光明正大约会了 福石第一次来水族馆 觉得一切都很新奇 承熙看她高兴 自己也跟着高兴 看到她第一次穿高跟鞋 好奇地问到底从哪里长来这么土的鞋子 福石说这可是名牌 当然 这好像不是我的品位 是我姐姐的品位 承熙从来都不知道她居然有姐姐 福石说自己成了连续剧的女主角 但承熙以为她在说笑 并没有多想 闺蜜得知福石成了富家千金 羡慕不已 要跟她畅谈未来 但两人没聊几句 爷爷的保镖就找了过来 要接她回家 原来家里人都疾疯了 爷爷开始训她 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 福石说出了自己去上班的事 母亲说 你去上什么班了 明天马上辞职 爷爷则表示自己会帮她安排好未来 这时 郑勋过来了 亲切地欢迎福石回家 爷爷对这种画面喜闻乐见 因为他正想撮合郑勋和自己的孙女 山村土牛一夜间成了富家千金 吃饭时把双脚放到凳子上 大口大口吃的那叫一个香 一抬头 就收到亲妈的死亡凝视 赶紧调整姿势 变得淑女一点 可习惯了自由的福石又怎么会安安静静吃饭 见做饭阿姨端菜上来 叫她也赶紧坐下 还问有没有辣椒油 这口味太淡了 说爸就要拿汤匙去熟 亲妈赶紧拉住了她 爷爷见状 把调教福石的重任交给了郑勋 让她负责将孙女培养成窑窕淑女 随后又交代孙女不能再去上班 福石还想再争取一下 了解慌忙转移话题 福石这才知道 承熙是已是姐姐的初恋 因为姐姐是坐承熙的车出事的 母亲一直无法原谅她 更不会让小女儿在她手下工作 福石感到前所未有的难过 因为自己的姐姐 也因为自己 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承熙 一大早 想偷偷去上最后一天班 没想到刚下楼 就与母亲撞了个正着 便说自己出去一下就回来 以后 不要再夹这种东西 很奇怪 到了公司后 还在苦恼要怎么提离职 就被安排去给记者会的承熙送文件 却见一个胖导演处处针对承熙 毕时气不过 便想整一下那人 你做人一定要这样吗 胖导演一脸猛圈 福石说自己认错人了 可随后又是一个盖头 让她快点还钱 把那导演都快惹得火大了 承熙赶紧上前 对不起啊 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像 我们乡下那只性格错乱的羊 什么羊 两人就这么跑了 承熙把福石带到自己读过的小学 说着以前的趣事 福石穿着高跟鞋走上平衡目 却不小心扭伤了脚 承熙二话不说就去买了药膏 亲自帮她涂 福石不禁沉浸在她的温柔中 甚至幻想着承熙 是为自己穿上水晶鞋的王子 不穿鞋啊 你不帮我把鞋子穿上吗 可福石不得不面对现实 她说自己要放弃了 承熙说是啊 放弃吧 这双鞋不适合你 怎么女孩子的脚 长得像熊掌一样 她在开玩笑 福石却更加难过 严肃地说自己不去电影公司上班了 承熙十分不解 福石怕自己再淡下去眼泪就会掉下来 匆忙逃离 到了晚上 承熙忍不住想发短信问她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最后却变成很洒脱的广告话语 可最后 还是拨打了她的电话 训了她一顿 说她这么不坚持 做事半途而废 不是说做编剧是你的梦想吗 福石也哭得不行 满脑子都是她 于是 第二天又跟爷爷提上班的事 还拿表姐当挡箭牌 说去表姐的公司玩 刚来到办公室 同事就像以往一样 交代福石去复印文件 承熙看到福石被使唤 说怎么能让她来做呢 你来做 你这种习惯可非常不好 为了接送福石 承熙还克服了开车的恐惧 买了辆新车 第一个让福石坐上去 说要送她回家 这可把福石吓得不轻 她可不能让承熙知道自己的住处 便让承熙把自己送到闺蜜家 然后再另外坐车回去 等她回到家 却发现 自己从山里带来的野菜 被扔出了门口 这个富家千金好奇怪 放着上万的名牌睡衣不穿 偏要穿两块钱一件的地摊货 还问富豪妈妈要不要 也帮她从乡下买几件 原来女孩是富豪家流落在外的孩子 在乡下过了二十多年的穷苦生活 这天 她发现自己从乡下带来的野菜 被扔出了门口 又捡了回去 说这野菜多好啊 连人想吃都吃不到呢 母亲说这些菜有虫子 不能吃了 福石则表示 这都是因为没有农药才会这样 村里人想要我都没给全拿来了 都有点对不起我妈了 母亲还安排了各种礼仪课程 让她明天不要出去了 就在家里上课 福石想说自己明天有事 却不敢再开口 次日一大早 她就偷偷起来 把冰箱的食物都搬了出来 想放到包包里 不料被生母撞了个正着 福石只好谎称养母想自己了 想回山里一趟 生母虽然不高兴 却还是让保姆把冰箱里有的都给她带回去 还特意让人买了鲍鱼和海鲜 给校长准备了一瓶红酒 但也告诉女儿 这次回去之后 短时间内就不能回去了 这让福石一路闷闷不乐 因为她本来就不是回去看养母 而是跟喜欢的程希出去浇游 当她拿出一大堆好吃的 同事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好奇问她平时都吃这种东西吗 福石只好撒谎说是闺蜜的客户送的 而母亲准备的那瓶红酒 全都被她喝光了 程希注意到她的异常 把她叫进屋 让她说说是有什么事 福石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她已是的初恋就是自己姐姐 程希却误以为她醉了再说笑 敲了下她脑门 福石生气了 你知道我花多少勇气才说出来的吗 她不想再跟她说话 走了出去 另一边 生母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想打个电话给女儿的养母 让她不要再让女儿分心 结果打电话回去后 养母却说福石没有回来过 一时间 两个母亲都记坏了 养母只能半夜找到校长 校长赶紧联系福石的闺蜜 爷爷也打电话让人追踪手机定位 而福石还在一个人难过 好在程希找了过来 牵起她的手安慰她 逗她开心 福石压抑已久的心情终于绷不住了 她说自己很害怕 以前在乡下跟妈妈生活时 无论别人说什么都很幸福 她蹲到地上崩溃大哭 程希只能温柔地安慰她 帮她擦着眼泪 这时同事找了过来 福石这才知道 家人找她都找疯了 回去后 自然少不了母亲的一顿责备 爷爷为了让她尽快适应现在的身份 举办了个宴会 想让大家都认识自己的孙女 上一秒 她还是大山里的穷酸土妞 下一秒就成了财阀家的孙女 今天是爷爷把她介绍给亲朋好友的日子 福石打扮了一番 终于脱去了那身土气 郑勋看到她 眼前不由一亮 夸她好美 几人前脚刚走 后脚程希就来了 看到熟悉的背影 不由追了上去 福石还在好奇的四处张望 却见到了承希 赶紧用手遮住脸 怕被她认出 不料承希还是追了过来 问她为什么穿成这样 你要上台表演吗 福石只好说自己是来参加聚会的 随后找个借口跑了 直到老会长在宴会上高调宣布了福石的身份 承希才知道 自己喜欢的女孩 竟是死去女友的初恋 整个人都猛了 呆呆地走出会场 不料却被福石妈妈看到 追着问她怎么敢出现在这里 大女儿的死跟她脱不了关系 明知道自己不待见她 这时 福石竟跑到承希身边 母亲见他们居然认识 更是火冒三丈 打了承希一巴掌 此刻的承希 已经无力在反驳什么 一句话也不说就离开了 福石也追了出去 却已不见承希的踪影 承希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 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迟钝 到现在才发现福石是慧秀的妹妹 觉得自己当时就应该跟慧秀一起死掉 福石想找她谈谈 她却处处躲着 转而跟美贤一起去参加同学聚会 福石也缠着要去 美贤不想这个电灯泡跟着 到了目的地后 就找借口打发了她 可福石还是偷偷溜了进来 承希却对她很疏离 仿佛两人成了陌生人 可当一个人离开后 才对着车流发泄内心的痛苦 福石也一个人哭得不醒 次日 她来到公司 却发现承希已经辞职 郑勋请福石吃饭 她却全程在问承希的事 又觉得这里的红酒不好喝 把郑勋带到路边摊 一不小心就喝了好几瓶 还把人家郑勋叫成了大叔 其实 她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转移一下注意力 却发现整个脑海都还是承希 说先失陪一下 却跑到了承希家 失控地在她面前放声大哭 问她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喜欢自己 就因为我是我姐姐的妹妹 你就不喜欢我了吗 承希却很下了心 让她出去 她的住 以为自己 以为自己过来 这个是什么 最后 被看见 福石彻底崩溃了 承希只能无奈地 把她送到闺蜜的住处 等福石再次醒来 却接到养母的电话 说自己想种马铃薯 问她小锄头放在哪里 于是 福石写了一张留言 一个人回乡下帮养母种地球 这个富家千金放着 好好的大小姐不当 偏要到乡下帮养母种地 桌上的肉菜直接用手一包 吃得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要香 也就只有在这里 她才能这样无所顾忌地放开大吃 她让养母以后不要再种地了 现在每个月都有生活费进来 养母却说那些钱都要留给她当嫁妆 即使女儿现在已经有花不完的钱 那也是她作为母亲的心意 此时 福石的财阀爷爷和生母也找来了这里 看到孙女和养母这温馨的画面 心里有些难受 劝说她回去 福石却说还要帮养母种土豆 爷爷表示会让她去电影公司上班 跟着郑勋这个总裁学习 福石却要跟着程希学写剧本 母亲差点又被气晕 过来找养母 请她以后不要常打电话给福石 女儿在首尔要做的事情很多 她是要成为继承人的人 仲田的人自己会帮忙找 养母顿时像做错事的孩子 说仲田自己也可以 最后 生母是哭着离开的 她不甘心 中途又想回去带走女儿 因为她有预感 女儿这次不回来的话 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爷爷说就是你这种焦虑 她才不愿回来 生母这才作罢 但作为母亲的预感果然很准 一个月后 福石还不愿回来 每次打电话给她都推托 没办法 爷爷只好找到程希 让她去把福石带回来 还说会让福石在她手下学习写剧本 到时候再想办法让她自动放弃 还说自己会让孙女和郑勋成为一对 程希的心情五味杂陈 拒绝了她 爷爷却把死去的慧秀搬出来 碍于对慧秀的愧疚 程希只能再次来到乡下 看到福石正走在路上 便一路默默跟在她身后 想叫住她却没有勇气 没想到福石回头就看到她 感到十分惊喜 随后跑上前 却摔了个大跟头 程希让她收拾行李 跟自己回首尔 说她爷爷已经投降 答应让她跟着自己学习了 福石兴奋不已 又问程希 为什么是你来接我 期待听到自己想听的答案 程希却说 因为你是慧秀的妹妹 这次回去 养母还是准备了一大包山菜 让福石跟她亲妈说声对不起 福石心酸得不行 一路上闷闷不乐 当她睡着后 程希把外套盖到她身上 留恋地看着她的睡颜 多想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表姐得知是程希送福石回来 很不高兴 爷爷却让孙女先去看她妈妈 说她妈妈都病倒了 福石来到母亲的房间 叫了声妈 母亲恍恍惚惚醒来 看到女儿是真的回来了 直接就抱着她哭了起来 这晚 母女俩第一次一起睡 一大早 生母还破天荒地亲自下厨 做了自己曾经嫌弃的山菜 为了女儿 她也在尝试着改变 财阀夫人是个多年 才找回遗失的女儿 为了拉近母女间的关系 亲自做了一大桌子菜 就连女儿从乡下带回的野菜 也不嫌弃了 还学着她用手直接拿起菜来吃 要知道 夫人平时可是个 十分讲究餐桌礼仪的人 福石也尝试着 跟生母亲一点 重新回到公司上班 程希却依旧对她很冷漠 还把她安排在 另一个导演手下做事 似乎要撇清与她的关系 福石整个人闷闷不乐 郑勋想请她吃饭 她说我现在不饿 还是早点回家比较好 结果郑勋说自己 还邀请了程希和美贤 福石立马就说自己肚子饿 于是 四人就这样凑成尴尬的一桌 郑勋因为上次 福石说她的发型不好看 就换了个发型 还问福石感觉怎么样 结果福石早就忘了这事 成希看到两人这么熟络 心里很不适滋味 之后全程无视福石 福石见她这样 便把她曾经被野猪追着跑的糗事 说了出来 程希面子都被丢光了 找了个借口离开 看到两人的互动 美贤有了危机感 于是故意在舅母面前透露 福石对程希有意思 你们怎么都不一心呢 没想到舅母却是个互短的人 我女儿我怎么说都可以 但绝不允许你在背后嚼舌根 让美贤再这样就搬出去住 这周末是福石的真正生日 生母决定给她大办一次 带着女儿来做脸部美容 随后又到服装店满衣服 挑了一大堆 福石也终于把自己打扮成淑女的模样 给养母打去电话 养母为了不让自己想女儿 每天都靠听歌唱歌转移注意力 听到女儿的电话打来 明明很想接 却极力控制自己不去接 还特意唱歌唱得更大声 福石只好拍张照片发过去 养母看到女儿现在这么漂亮 眼眶不由就红了 生日宴上 生母把福石介绍给亲朋好友 还特意邀请了程希 但并不是想她来 而是想借此让她看清现实 带着女儿来到程希面前 故意无视她 跟大家说想郑勋成为自己的女婿 程希无疑是最煎熬的 很快到了福石上台的时间 她在台上很拘谨 自我介绍完就没话说了 转头求助主持人 主持人示意她多说几句 没办法 她只好在台上唱起了乡村大妈的歌曲 还边唱边跳 这场面着实有点没人 福石妈妈趁此机会把程希叫到一边 让她不要以编剧作家引诱自己女儿 想办法劝福石放弃 不要再打扰女儿的生活 程希想了很多 决定出国一段时间 山村土牛成了富家千金后 第一次以全新的形象来公司上班 有些不自在 但还是忍不住对着窗户臭美一下 郑巧碰到了总裁郑勋 夸她越来越漂亮了 两人晚上还要应家长的安排去看演出 福石说自己看那种东西就会想睡觉的 这场景正被程希看到 醋一大发 便在工作上闹起了别扭 处处挑她的毛病 说她不是做编剧的料 服石发飙了 不是你叫我回首饵的吗 说我有才华吗 一气之下放下狠话说以后不再见她 跟郑勋去看演出 全程心不在焉 越想越难过 哭得泪流满面 郑勋看到这样的她 也明白 自己喜欢的人可能又喜欢上程希了 晚上福石听到表姐说 程希要去澳洲 以后可能都不回来了 有些不安 忍不住打了她的电话 程希却只能任由电话响 她又何尝不想接呢 只是福石的姐姐是自己死去的初恋 她只能让福石死心 福石彻底慌了 赶到机场 却到处都不见程希的身影 打电话还是不接 想到可能会永远都见不到程希 福石就哭得不行 看到电话响得不停 程希终于忍不住听了留言 听到福石哭着叫她不要走 所有的顾忌都不想再理会 跑出去找她 转了几圈后 终于看到了在哭泣的福石 看到彼此的那一刻 两人的感情再也掩藏不住 福石兴奋地跑向她 问她怎么可以丢下自己走 程希有点猛 她这次去澳洲只是去拍摄素材而已 福石也终于放下了心 天天在家里数着日子等她回来 终于等到她回国的那天 满心欢喜来到办公室 却见程希给所有人都准备了礼物 唯独没有她的 原来刚刚郑勋跟程希说 要把福石调到自己手下工作了 这也是福石爷爷的意思 程希也不得不认清现实 他们是不可能的 只能将精心准备的礼物藏起来 但无奈福石一直追着她要 便拿出了为她准备的考拉熊木雕 故意说是导游送的 随手转送给她 为此福石不高兴了好几天 直到这天无意间从同事口中得知 那个考拉熊是程希特意去澳洲的土著居民那里买的 一年才做三个 寓意着健康长寿 福石这才明白 程希心里一直有自己 迫不及待地找到她 在她的镜头下 福石有很多话想说 最后却只说出轻松的一句 在气氛融洽之下 福石提出跟程希跳一支舞 程希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 与她在夜色中跳起舞来 福石借此机会问她为什么送自己考拉熊 程希还是说只是纪念品罢了 福石便不顾一切说出了自己的感情 如果我不是我姐姐的妹妹 你可以喜欢我吗 可以成为我的爱人吗 真的 我每天都在这一场女生 我现在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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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可吻完后程希就后悔了 她不该再让福石对自己有幻想 再次见到福石 她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气得福石大骂她渣男 程希也不好受 过来喝酒麻痹自己 等她喝得醉熏熏回家 就见到了等在楼下的福石 福石想要她说个明白 程希却再次否认了自己对她的感情 福石对她彻底死心 淋着大雨走在路上 第二天她就病倒了 这个富家千金放着好好的大小姐不想当 连发着高烧都在喊养母接自己回乡下 夫人心如刀绞 只能打电话给养母 请教她如何做女儿喜欢的八宝粥 还把养母接来城里 醒过来的福石看到养母突然出现 惊喜不已 母女俩抱着哭成一团 养母拿出从乡下带来的八宝粥 怎么办呢 这个都凉了呀 没关系妈 这个凉了更好吃 看到这场景 生母心里空落落的 女儿从没与自己有过这样的情谊 第一次在夫人家吃饭 养母很拘谨 一不小心还把汤匙弄掉在地 慌张不已 夫人趁吃饭时提出 想过段时间带福石到国外去留学 养母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福石则表示自己不会去 夫人便让养母劝劝女儿 说福石是因为放心不下她才不想去的 这会耽误她的前程 难得养母来一趟城里 福石便带着她到处参观 那边就是南大门 很生气吧 看见了 小姐 南大门在相反方向啊 是吗 养母还是劝起福石 让她跟她妈妈出国 说自己没关系 以后也可以通电话 福石却怎么也不肯 她舍不得养母 也舍不得喜欢的承熙 很快 到了送走养母的日子 福石跟同事通话时 说到自己在车站 正巧被承熙听到 由于担心福石的身体 她也想去车站看看 其实福石发烧那天 她急得不行 赶到医院 却见郑勋和她妈妈陪在身边 只能默默转身 此刻 赶到车站看到福石后 又装成是偶遇的样子 想请福石喝杯茶 福石却说自己很忙 要回去了 承熙一把拽过她 拉来喝茶 可两个相互喜欢的人面对面坐着 却无话可说了 气氛一度很尴尬 福石屁股都没坐热就要走了 看到她树立自己 承熙又难受了 福石刚到家 就听到母亲的哭声 爷爷告诉她 你妈再这样下去就要进医院了 原来 夫人是怕女儿跟那边的妈妈一起走了 才哭得这么伤心 看到母亲这样 福石有点愧疚 太过分了 你对我太过分了 福石终于下定决心 跟养母出国 可承熙就不好过了 看到相似的背影 总会想到福石 似乎到处都有着与她相关的回忆 离别前 福石过来跟她告别 承熙虽然心里难受 却没有挽留 两人相互祝福对方 可当福石走远后 承熙意识到 自己不能就这样逝去她 她不甘心就这样错过心爱的人 于是 拼命追了出去 终于在路边看到垂头丧气的福石 大声向她告白 福石等这句话等了好久 承熙也不再顾及一切 将她搂入怀中 她连小学都没毕业 却被霸道总裁看上 带来见家长 当被问及读大学主修什么专业时 她说是畜牧业 谁能想到 她只是在山里放羊而已 即便如此 霸道总裁她还看不上 而是看上了知名导演崔承熙 只是迫于土豪爷爷的威逼 才过来见家长的 跟郑勋坦白的 自己和承熙已经恋爱 所以请你 帮帮我们 让我跟导演 可以顺利地交往下去 郑勋真是实惨 她一世的双胞胎姐姐 曾经也跟自己这么说过 心爱的女人又再一次被承熙抢走 而福石自从跟承熙恋爱后 就完全陷了进去 连吃个饭都呆呆望着承熙 怎么看都不够 而承熙也成了体贴的男友 见他杯子没水 主动帮他倒 喝水腔倒又贴心擦拭 就连被烫了一下 兜兜要用菜单给他散热 福石也不禁冒出一句 导演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 两人漫步在樱花树下 福石说 自己想要一个浪漫的告白 就像电视上一样 男主为女主弹钢琴后 在当众告白 承熙说你电视看多了吧 虽说如此 她还是拉着福石来到高档餐厅 然后找个借口说先离开一下 却是上台弹起来钢琴 随后真的如了福石的愿 当众告白 福石 我爱你 福石感动得泪汪汪 出来大街后 右口是心非地说很丢脸 回家后 福石告诉母亲 自己不去美国流血了 夫人被气得不行 找到美贤问话 美贤说 她就是喜欢上程熙了 夫人顿时觉得头眼昏花 这到底是什么虐缘 大女儿应跟程熙私奔而出车祸意外去世 小女儿怎么就一点不考虑倒她的心情呢 于是把福石关在房间 可福石却趁着母亲睡着时 偷偷跑了出去 买到程熙爱吃的饺子 来到她家 两人依偎在一起 看着程熙拍的电影 福石睡着后 直接就在程熙家过夜 夫人可是操碎了心 特意找到郑勋 说女儿对程熙只是师生的感情 让她不要在意 郑勋表示自己不会在意 两人商量起福石出国的事 建议拆散他们不成 夫人索性来软的 把程熙约来一起吃饭 然后告诉她大女儿的死 自己也有责任 是她反对 他们才私奔的 现在想让她带福石 像妹妹一样对待 自己也会把她当成大儿子 以后好好相处 程熙一声不吭 直接就给夫人跪下了 富家千金不顾母亲 反对与男友私奔 导致母亲精神失常一并不起 早在这之前 夫人已经把福石赶出了家门 要与她断绝关系 福石被迫与养母流落街头 可她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爱情 直到来病房探望生病的母亲 夫人竟把她认成了死去的大女儿 福石这才慌了 哭着说自己错了 在这之后 她约了程熙 两人度过了最后一次美好的时光 双方心照不宣地提出了分手 都对彼此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充满感激 相约不再见面 福石重新跟养母回到大山 过起了平静的生活 虽然还会经常想程熙 但都在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报纸上报道着程熙的新电影即将开拍 福石也为她开心 而她的亲生母亲病情也终于好转 程熙特意约了夫人见面 表达了自己对他们家的歉意 说自己与福石已经分手 恳求她原谅福石 夫人又何尝不想念女儿呢 毕竟是母亲 哪能做到真的断绝关系 于是 夫人重新来到了大山 福石回到家后 看到门口的高跟鞋 顿时明白 是生母来了 她激动地抱住了母亲 母女俩总算敞开心扉 说了自己的想法 双方都表示自己有错 夫人也知道 女儿心里还是有自己这个母亲的 母女俩终于和好 回到首尔后 福石重新回到郑勋的公司上班 这天是公司旗下的电影上映 郑勋特意约了福石去看 在这里 福石再次见到了承熙 郑勋特意安排大家在一起吃饭 福石想跟承熙说话 却只能客气地寒暄 承熙也自称自己为哥哥 两人似乎都变得陌生 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此时都还爱着对方 回去的路上 郑勋问福石 像这样见面 会不会很辛苦 福石表示不会 可下一秒 她就控制不住情绪哭了起来 郑勋明白 她还忘不了承熙 于是找到夫人 说了福石哭的是 他们应该很爱对方 劝夫人答应他们交往 自己对福石的喜欢 可能只是对慧秀的迷恋 夫人虽然还没答应 却也开始动容 为了给两人制造机会 郑勋特意让福石去 承熙的片场送文件 福石来到片场 却只敢远远地看着她 拍摄结束后 承熙来到了广场 看到这熟悉的地方 想起了与福石的点点滴滴 她根本忘不掉福石 而福石也躲在一旁偷偷看她 却不小心撞到箱子 她只好解释 听说这里有拍摄舞会的开场 原来没有啊 那我先走了 承熙忍不住追了上去 紧紧抱住了她 可即便知道对方都还爱着自己 两人还是要回到现实 回家后 福石哭得撕心裂肺 夫人看到后 不禁在想是不是已经做错了 为了让女儿幸福 她只好妥协 于是约了承熙 让她以后好好对自己女儿 绝不能让福石难过 她不再反对他们 承熙激动不已 找到福石 说自己不会再放开她的手 福石还一脸猛 想赶紧撇清与她的关系 听到母亲同意他们了 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不久后 两人在长辈的见证下 举行了订婚典礼 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